大家看我这个全副武装 我这是要干什么去呢 今天是周末 到厨房咱们去做一个五花肉 为什么要全副武装呢 因为上次我拍了一个视频 我用手就去碰了一下那个菜 结果呢就有朋友就在评论区说 说你手洗了吧 你碰人家菜 其实那个菜还没洗了 但是人家批评是对 还有呢说船上厨师做饭为什么不戴口罩 所以呢这次要把它戴上 我理解是这样的 你厨师做饭就他一个人 他还不会说话 哪个厨师炒菜跟锅聊天 对不对 但是咱们还是把口罩戴上比较好 批评的是对的 要戴上帽子 就说你厨师炒菜为什么不戴帽子 否则的话这个锅就掉到头发里了 你靠摇你锅怎么会掉到头发里 是头发掉到锅里 对吧 所以呢咱们把帽子戴上 戴眼镜 我这个更进一步 防止咱眼睫毛掉到锅里 因为 那这个手套啊 咱一次性的这个手套 等一下要给它戴上 今天咱们就去做一个正经的红烧肉 这塑胶的等一下要分类 反正就是分仔细 稍微提起 准备啊调料很简单 生姜早一点 这个皮给它去 就简单切片了 这个不是葱嘛 蒜苗 给它先切 这边好像是葱 所以我拿这个葱 可以洗过的 这边这个是 姜叶 姜叶来几块 这边是这个 这个就是炒果吧 是炒果 这是八角 肉比较多 多放进去 这个我发现一个 不知道是什么的 应该 干料包应该就是 调味用的啊 把它都放进去 放进去 这个好像是什么 这个 跟中药一样 白纸吧 都是营养 好 调料是多少 我事先在网上已经下载了红烧肉的说明书 那今天呢 咱们就严格按照这个流程来做这道菜 那这样呢有两个好处 一个是你按说明书这样做呢 肯定是八九不离十 第二个做的好吃了 那就咱说是自己的手艺好 做的不好吃 咱就说是说明书有问题 第一步处理这个五花肉呢 就是给它放入锅中 这个锅烧热 然后把那个皮那一面给它烤 这样做的目的呢 是把这个焊线呢 还有这个焊毛啊 都给它烤掉 烤至表面金黄就可以了 然后呢 给它表面给它刮干净 刮干净 洗净沥干 放在那里备用 锅里放冷水 放入五花肉 再加姜片 料酒 烧开 这样做呢是去除血水 去除杂质 那水已经开了 那就把它放在这儿 再盖上盖煮15分钟 再放在这儿 跟它有什么蛤 Vor... 挤稿 还有粘焊 太重了 你 太重了 拿好了 拿好了 盖上盖 煮15分钟 盖上 捞出控水 捞出 把油 这个油可以贴了 这怎么切啊 这 有的带皮有的不带皮 2厘米见方 是吧 差不多 我这3厘米都有 就这样 可以吧 不错吧 2厘米见方有的 这么大 不要去纠结它 2厘米 这样 这块是不是太大 好 马上筷子多 风力很多 终于切好了 下一个 锅内烧油 油温 升至五层色的时候 不是这个刚才弄完了 炒糖色 下一个是炒糖色 真的 进入灵魂阶段 炒糖色是它的灵魂 不放酱油的 它的颜色全靠炒这个糖色 来给它上汁 中红色差不多了 表面 尝any 鸭骨 饼 切鸡 干糊 中饼 鸡 有什么 这个 这个 两半米斤 然后我们准备个啤酒 先拿红油 乌油 蒸木姜蒸蒸 啤酒 没有高汤就用啤酒带去 不是一个味儿 然后 胡椒粉 食盐2克 胡椒粉1克 再加水 它是1克2克的 咱们多放 胡椒粉 胡椒粉再拿 白胡椒 胡椒 多了 这个样的工作就是炖它 要炖40分钟 已经炖了40分钟了 现在呢 现在呢我们用这个旺火 来收汁 一定要收汁 但是你不要收得太干了 不要让它焦掉 差不多了 不要再收太多了 要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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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装盘 现在就是装盘 一样 一样 再炖了 一样 还是请我们的小张 来尝一尝 小张是我们的品尝师 好吃 好吃吧 好吃 小张说好吃呢 就一定好吃 所以 今天周末的 这个 正经五花肉 已经做好了 看一下 就开吃 那我们阿廖这边在准备 鲑鱼片 生鱼片 哎 这个是烟熏过的吗 这是烟熏的 对 这烟熏的 这种不便宜 有很多人爱吃 有很多人不爱吃 这个 看个人口味 今天就我们的晚餐 哎 差不多就准备好了 还有蔬菜 还有汤 好 那谢谢了阿廖 喂喂喂 谢谢 小张谢谢了 那每个周末呢 都是大家喜闻乐见的 一段美好时光 我呢 也通常会利用这个时间 以这种方式 和大家联络感情 来增加团队的凝聚力 希望我做的红烧肉 大家都喜欢吃 喜欢吃的呢 就多吃一点 不喜欢吃的呢 就少吃或者不吃 所以 我就给它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 叫爱吃不吃 那这期咱们就聊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观看和订阅 下期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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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